先搞清楚,搞清楚事實嘛,他應該去問鄭聲援、陸正義、蕭逸猴,你不要告訴我內容,有沒有這個賬就好 因為查扣的律師都會有清單,而且他們都會閱券啊,會開清單給他,他們會閱券啊,現在應該還閱不到啦,但是你檢方查扣任何東西,被告的律師一定會有清單,比如說USB隨身碟一個,什麼顏色都會寫的清單 對啊,你先問嘛,他問完後才知道不能告人,要罵人啦,晃哥 所以我從民眾黨跟北檢今天的反應,我幾乎可以確定的確有存在這個USB的隨身碟 其實要跟小草門講,你們也不用太擔心,有錢跟有沒有這個錢是怎麼來,中間有沒有對價,這中間還差了一點點連結 就光有錢,我可以說啊,我就政治獻金啊,而且你知道嗎,二零二二年的十一月一號,二零二年的十一月二十六號是九合一選舉投票日 對,柯文哲到時候大可以講,啊我那時候就沒辦法,我民眾黨就最後選舉末期,很缺錢,我去先找審訊金調個一千五不可以嗎 調個頭寸,對,政治獻金就也不用關嘛,對不對,搞不好最後柯文哲真的會這樣講,也不一定 好,但是呢,如果檢方有查到金流,就是說有對價,那就GG了 倒了 從這個時間點看起來有對價,有沒有這個可能性,是有可能性,因為距離很近 對 所以民眾黨從頭到尾沒有人跟我們講說,沒有那個USB,林正濃你亂講 大人小姐姐消失了 沒有人講說這個USB隨身碟存不存在 我這輩子沒有這麼想被告過 對,然後第二件事情,我可以很確認,馬玉文的消息來源,絕對不是來自檢根連 不是 就不是司法偵辦人員 好,所以今天北檢要查洩密 查洩密本身代表什麼,代表這件事情是真的 如果是假的,北檢就是說絕無此事 不要亂,不要虛構 等一下,你說如果是檢調放出來的話 檢調現在一定裝死 對,一定,沒有,你講什麼我沒聽到,對,不可能敢啟動調查了 他跟你講,我要查洩密,那代表說 這個內容可能是真的 所以我才要去查誰洩露出去嘛 這個要查,查自清,自用 清查,非北檢洩露 對,但是我就請問你們這些小草們 其實我覺得我很同情 昨天在廣場那些小草們 其實民眾黨裡面可能多數人並不知道有這個隨身碟的存在 是嗎 可能真的多數人不知道這個小草 沒有看新台派上線 他們可能也看了之後才知道 我說在那個之前 就在消息曝光之前 可是問題是這個隨身碟 如果不是辦案的司法人員洩露出來 那我就問你嘛 誰可以接觸到這個隨身碟 我離反嘛 還有正好我們我們的習慣 重要的資料 通常電腦會有一份 可能雲端會有一份 可能隨身碟會有一份 會計師會不會有一份 異地備份 這是備份的最基本概念 那我就問你嘛 隨身碟是不是只有一個 不一定 對 搞不好我備份了兩三個 對不對 一個放王毅川那邊 一個放趙宜祥那邊 李文中那邊有沒有 我備份了好幾個 有沒有可能 關戶陣有沒有 看過這個隨身碟內斗的人 絕對不會只有柯文哲一個人 我這樣講 你們就聽懂了嘛 對不對 好他要凹說這個是刑事曆 我就告訴你一個最大的破綻 什麼 1500假設下午三點好了 見面的人叫沈慶晶 有時間 有日期 請問在哪裡見面 對齁 為什麼沒有寫地點 刑事曆要寫地址 對啊 你要不然去哪裡見面 兩個人在台北街頭偶遇嗎 老地方 後面寫的後面幾個也都沒有地點 而且見面我們譬如說我跟王毅川約見面 因為王毅川大牌嘛 對不對 我要找他秘書嘛 我一定會寫聯絡人 李正浩 對不對 我怎麼可能寫金手人 金手人什麼意思 金手人要過一手嘛 對齁 金手人是值錢 對啊 你我一定寫聯絡人 我怎麼會寫金手人呢 請問金什麼手勢 那個人把王毅川抱過來跟我見面 金手人是說送客來的 對啊 送客來的 所以那一定是聯絡人 所以你光是這兩點超級大破綻就知道 這個東西絕對不會是形勢力 他一定就是可能跟帳戶有關 還有一個破綻就Excel 最後他有沒有設定加總 Excel好用就是他有自動加總的功能 上SUN 對 而且今天有人試了 不一定寫阿拉伯 是說你寫中文的國字 他都可以幫你算出來 上下去 就跟我們加起來了 你即使不是阿拉伯 數字都可以算出來 對 那如果說這個Excel檔案有設有設定有加總功能的話 總不可能是時間加總吧 時間加總幹嘛 那就真的是白口莫辯 所以我覺得現在當務之急是檢察官只要把這個金流前後上下關係全部查出來 其實也沒什麼好拗的 是錢就是錢 只是說這個錢 他跟某些廠商有沒有對價關係 這是決定柯文哲是五年以上 還是十年以上 好 非常細的畫面 我想問又欣律師 第一個 現在小草在拗說 這是一五零零萬 不是一五零零萬 是一五零零時間 你說你已經看到新聞了 十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一號 那一天的一五零零 柯文哲就在大同區跟里長座談 他就不是建成親戚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情我想問 實務偵辦經驗上 如果查到一個帳本 下一步檢察官要證實的東西是什麼呢 好 首先第一個部分說 這個一五零零 我覺得大家也都講很多 這件事情現在也很有趣 就是他的確定 反而對我們來講 是因為北檢現在要查泄密 等於是雖然不承認 他一開始是不否不予評論 也就是不承認也不否認 這件事情的存在 原本還是不承認加不否認 但他現在等於是間接承認 對 有這個有這個檔案 有這個內容 所以才要查泄密碼 不然如果他是錯誤資訊的話 北檢只要繼續不予評論就好 對 那一般來講查到這東西 他直接就說沒這件事 他也可以否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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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就是說 在司法上來講 要認定 因為我們剛剛一直在說 就是這個案子 如果要朝向 違背職務收賄罪的話 一定要查到有收錢 收取賄賂 可能是錢 可能是不正當利益 那一定要有 光是帳本夠不夠 我很明白告訴大家 不夠 不夠 絕對不行 我們不能說 因為他有積一個帳 那我們就判他是有收錢 那也許他亂寫呢 他幻想 他幻想說 或者說這是他的預算 他希望審慶金捐他一千五 他希望什麼科技大 有捐他多少 那我這個人只是個預算書 所以說光是這種表格 本身不是一個證據 他沒有辦法被拿來證明 真的有這個金流 但是他也很重要 因為 譬如說我們就一千五來說好了 檢察官至少就會知道 這一千五要去找誰 這一千五是誰 那我找了這個人 我現在有證據了 你一千五你要不要招 再來還有一個狀況是這樣 很多時候錢也許也會被拆開 譬如一千五被拆成 我先亂講 譬如拆成九百跟六百 那你原本在看他的存摺的時候 你都看不懂 這個九百六百是什麼東西 結果一跟一千五招起來了 你一搭配這個帳策之後 怎麼剛好我查不出來 這九百六百是什麼意思 加起來剛好是一千五 這個時候這就像剛剛那個檢察官 他擅長的這個金流各方面的時候 他們就會去勾擊這些東西 這是關鍵的輔助證據 沒有錯他很關鍵 有了這個東西 檢察官就可以知道說 我要再往哪些人去調查 我要再從哪些人的交易明細去調查 有了人去銀行調出他們的交易明細 或者是調出他們的所有的這個 不管是海外或國內的資金的紀錄 那他就有機會把這個金流 真正的給勾擊下來 那一旦真正勾擊下來以後 這個在法律上才可以作為 他有收穫的證據 非常謝謝宥心律師的分析 可是問題是我想請阿川來到電子牆前面 因為我們剛剛在談嘛 對於柯文子來說 現在浮出不利的證據 是越來越多對不對 可是今天東森竟然有一個獨家 說不只大老闆名冊 這個是大老闆名冊 對不對 是一千五百萬對不對 還有其他的名冊 這個名字我們手都抖 他說柯P竟然去拜會中南部的博弈大亨 這個人是誰 等一下你負責跟大家講 另外一件事情 阿斐其實一直以來 都有很怪的怪癖 他對於手機 對於USB都特別的在意 他的手機曾經遺失過 他手機一遺失 他第一反應是很緊張 要求他的幕僚 將手機的雲端資料上光光 這太怪了吧 這個阿伯交友其實蠻廣闊 對 五湖四海都有在告白 對 跟小草的印象中不太一樣 所以這個這個報導 他是說地方人士 這種就是不知道是什麼人說的 對 有人說每逢選舉 他不只會拜訪大老闆 他也會積極造訪中南部 包括嘉義的博弈大亨 你說的喔 台中的百億總裁 及電玩大亨 台中跟嘉義都熟 你有在嘉義教過書 對 台中你有當過官 請問台中百億總裁是誰 來 我來講喔 這三位 這應該是有四位 不要照到我 導播竟然照他的臉 這四位基本上 感覺你很想愛他 我都認識啦 你都認識 但是其中有一位 透過人家跟我講 說不是他 不要講他 是嗎 不要講他 那這裡頭呢 等一下哪四位 一個是博弈大亨 百億總裁 這個有兩位 兩位嘉義的博弈大亨 對這個有兩位 一位百億總裁 一位電王大亨 對 四個有一個打給你 叫你不要講他 不是他打給我 是朋友告訴我說 他從來沒有見過柯文哲 這是現在傳的最多的那一位 他說他從來沒有見過柯文哲 那另外有一位是柯文哲 選舉的時候 還是選後 他有去參加他的平安宴 平安宴 有一個什麼小木屋系列的 小木屋系列 比較靠海線的 屬於港儀官的 這一位 這個媒體有報導 這不是我亂講的 那這個 這一位我們也都惹不起 但是他去見這些人 也不是 也不一定是錢 因為這些人朋友多 也有可能組織 對組織 然後這個各式各樣的人脈都有 所以大家也不要誤會 他去找這些人拿錢 拿錢 但是簡單講 就是說這一篇報導是在告訴大家說 柯文哲高倍 不是好人 柯文哲高倍 這種五湖四孩 對 也都有 所以我們以前講說什麼民眾堂 民眾堂 對 那這也不是亂講的嘛 因為就是說民眾堂 阿弟仔 他也有高倍 但是這個人我覺得他講得有點過頭 他說選舉都需要經費 所以他去拜會地方上的這個灰色地帶 總裁老闆 譬如說嘉義區 我覺得他這個有一點有部分是在猜測 對 在猜測 因為這些人家不一定會給錢 對 因為他看中的是這些大哥們的人脈 可是總而言之 阿伯並不是像他所營造的形象 什麼財團刀叉吃冷肉 什麼我們是白領精英 我們高學歷 阿伯高起政治 比藍綠都還在 因為你如果選個臺北市長 可能這種高倍 不用那麼廣闊 對 可是你要選總統 你去到 去到中南部 你一定會回到這些人 對 那你路過經過沒有買 不是啦 路過經過 走過路過不要錯過 然後你沒有你沒有走進來 柯文哲就看我沒有 對 那天那個隔壁 請經過人家說 隔壁我們家坐著 不要來不要來就算了 對 這個大哥講說不要來就算了 叫阿伯要來說 什麼人 柯文哲 你怎麼講到阿伯就大聲了 你剛剛講的這個 你剛剛講大哥全場用氣音 你講到阿伯就什麼人 你怎麼插槍桌 不能開玩笑的 本節目也會接到電話好嗎 那柯文哲對這個手機 以為是比 這個手機掉起來 這個手機裡頭一定有很多東西 可是我們手機裡頭的東西 除非是拍在裡頭的照片 對 跟著這個手機 否則其他的什麼 還有記事本 對 然後其他什麼 耐對話什麼 你說記事本有一些 搞不好他是上雲端 你如果用的軟體 有些是上雲端 所以他當時掉的時候 他就趕快 他們的幕僚 不是他本人就把雲端資料刪關關 那請問雲端資料刪關關什麼時候刪的 你去綁定我的雲端 雲端都全部下載到我手 就回來了 我這樣是最方便 全部都回來 阿伯掉手機 在去年十月的時候 第一反應是叫幕僚 把雲端資料刪關關 所以顯然阿伯的手機 在或者在他的雲端 有非常多的秘密 對 那阿伯你知道你的手機 跟雲端有很多的秘密 那為什麼 簡聯去到你家的時候 你還要在家裡刪那個手機去 那幹嘛 你也知道網路上有 雲端上面有 而且你也知道可以恢復 所以你搞這些做什麼 然後這一個USB這件事情 我們上次有講說阿伯對USB 所以我們那一組人裡頭 就只有范老師 有USB 不然在場誰戴USB 在場有沒有來賓現在戴USB 沒有這都跟年輕人做的 只有范老師 好所以柯文哲 就是在乎USB 十年前的影片 這影片拍得蠻透彩 他說他一屬陳貝奇 因為這是十年前第一次訪問 然後陳貝奇在家裡做菜 做完菜等柯文哲會來吃飯 那可能拍攝的時候 有delay到 所以陳貝奇就在這個地方 問柯文哲說 你怎麼這麼晚回來 他說因為我忘了帶USB 所以你又回去拿USB 顯然這個東西對他很重要 你USB放在辦公室 就放在辦公室 所以柯文哲是USB的重度使用患者 對 就你USB沒有帶回來 就沒有帶回來 你明天去再用就好了 而且USB不是為了移動用的嗎 就是說我在電腦打一打 然後打一打 然後我明天因為要去某一個地方簡報 可能要去插人家的notebook 插人家的電腦 所以帶著柯文哲對沒有帶USB在身邊 他很不放心 USB是他的所有的資料都在裡面 我們每個人最不放心 就手機 對 就是換一間手機掉了 真的會搶 或者說沒有帶出門真的 可是柯文哲如果覺得USB很重要 檢連續去搜手的時候 那一個小時 他應該把USB沖馬桶 窗戶打開丟下去 對 他為什麼還會被還會被拿走 不知道 顯然他可能有藏起來 譬如說他假日藏私房檢固定藏什麼地方 因為這一次去的那個主任檢察官 鑽塊 左邊數來第三個鑽塊 拉出來一個暗格擺進去 就是電影在演的 那主任檢察官跟檢察官 連證署也有在看電影 對 他們都知道會藏起來 然後這樣敲聽 然後就 欸 就是這個USB 就被拿走 對 可是照道理來說 你應該趕快把他丟掉了 而且這個事情已經拚了 所以應該是藏起來被髒到 對 他絕對不會是放在桌上 因為如果那個東西很重 而且他出來的時候 他第一次被放出來 一隻碎碎唸 他USB被拿走了 我們當時就覺得很奇怪 你為什麼一直講USB 因為USB在我們的印象中 就是一些臨時要切換的檔案而已 對 可是那個USB 包括從十年前的影片 你可以看得出來 對他其實來說是非常重要